之前有一个老妈妈她用另外一个电话打的 打进来她那边信号不好 然后就是跟师父忏悔了那个老妈妈 现在就是她 她现在就是觉得自己做得很错了嘛 就是她现在呢就是姐姐 因为前面师父好像说她这样子 吃素为怨吃素为怨就活不长嘛 后来的确她姐姐也梦到的 梦到她就是杨寿还有三年 所以想问问师父像她这样的一个情况 她接下去应该怎么做呀 三年就是给她定书了 定书三年她因为一直违愿 好了已经消掉她的很多的阳寿了 消掉她还有三年 像这种要延续阳寿 第一个自己对自己过去违愿要痛彻心扉的忏悔 就不停的念礼佛 而且还要念小房子 而且呢要不停的放生 在延寿 在加寿 只能这样 那她这个放生要放多少呢 如果说 有的放的 有的放的 你要看她现在几岁的呀 她现在几岁的啦 她现在正好也是58 然后明年59 今年58 好了58 活三年嘛62 对不对啊 她如果想 她如果想延到 69 这个关的话 她至少要 放慢慢的放十万条鱼 才能延到这个数字 哦 好的好的 我指的不是一次性放 是慢慢放慢慢放 哦 就是在 嗯 你这个十万条鱼是在那个69岁之前放的 还是说她这个三年期限里面要放完呢 就是三年期限里面要放完的呀 她给她放一万条两万条 她可以延到六十四三六十四 再放一万条两万条延到四六十五六六 再放几万条可以放到六十七六十八 再放几万条六十九 就这么延下去的呀 哦 好 好的好的 感谢师傅 那另外的话 因为她现在就是这个腰很不好嘛 现在根本就 呃 起 起不 呃 做不了这个力气活 然后呢 她因为她家里呢 有那个 就是肾脏病的家族史 然后她现在呢 晚上了 就梦到她的一个天体在 呃 在梦里 然后 然后呢 就是她最近又梦到了 梦到以后在 呃 这个这个童修呢 在帮这个亡人 按摩腰子 然后看到这个亡人腰子这边 黑气很重的 然后就帮她按摩按摩 就她 这个亡人就舒服点了 呃 想问一下师傅 像这样的情况 她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因为她之前已经给这个亡人念了很多张小房子了 现在亡人还在问她要 五十六张吧 先念五十六张吧 五十六张念完再念四十九张 哦 好的 这就是针对于这个亡人念的 然后另外她关于就是吃素为愿的这个事情是另外的小房子 不算在里面的对吗 对对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